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权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上传 对吧 将客户端的一个文件上传到服务器端还是比较容易的 对吧 但是我们要把情况考试清楚 比如说限制文件的大小 限制上传文件的类型 对吧 为了安全上传上去之后 让别人不知道文件名是什么 对吧 文件名岂有规律 还是对我们写程序很有帮助的 对吧 那同时呢 有很多情况下 我们一次性上传一个文件比较麻烦 对不对 每次就提交一次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上传几十个 对吧 那个文件呢 我们需要一起上传 对不对 对 那对于一起上传呢 如果大家学过GS 会flash 对吧 可以找一些GS或者flash的插件 可以我们一点多个上传 可以选择多个文件 然后一点确定多文件都选择上了 对吧 然后我们一点上传 就上传上去了 对吧 好多网站都提供的都是这样的功能 如果你不了解GS的话 和flash的话 可以直接下载它的插件去使用 是可以的 就算你会的话 也不需要自己编写 对吧 那这里边呢 咱就避开那些 咱们就直接什么 选择多个的就可以 好吧 其实处理多文件上传的过程 和处理单个文件上传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前边单个文件上传 咱们客户章 咱们客户章 怎么处理呢 表单 啊 这个 你看 在表单这边 我们只有一个浏览 对吧 然后选择图片呢 或者其他的 我们想要的附件 对吧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把这个换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些插件 对不对 一点选择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多个文件 然后一点确定多文件都在上面 然后我们一点上传 多文件一起上传 对不对 对 那如果不借助那些插件的话 我们就多做几个这样浏览按钮 也可以选择多个文件 不会稍麻烦一些 对不对 那所以说处理文件上传 客户端上不需要做其他的设置 只需要多写几个 多案 File类型的表单即可 对吧 那我们 复制复制复制 少几个吧 三个也是多个 对不对 三个三十个处理办法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的表单名字都是PIC的话 提交给服务器 最后一个会把前面两个给覆盖掉 对 所以咱们最主要的是表单名字上也有差别 什么差别 我们可以在这块加个下方线A 加个下方线B 加个下方线C 这样的话 我们分别处理三个名字的数 也就到服务器团会有三个数 对吧 因为每一个对应一个 对不对 那这样的三个数字在PIP端就会是这样的数字 到了下方线Files里边有一个什么 PIC下方线A和PIC下方线B 还有PIC下方线C 三个数字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分别处理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如果是固定个数的文件多个上传 比如说我就上传三个 你这么写没关系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处理多个上传 是让用户自己选的个数字 他可以上传三个 也可以上传五个 也可以上传八个 对不对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 这个命名 是不是我们用这种命名法就不好了 因为不定个数的话 我们就不能用定什么定格式的名称 那么怎么办 将上传这个名称 上传这个变成数族 我们就可以直接变利了 怎么变成数族呢 我们可以变成关联数族 也可以变利 对 把它变成所隐数族 我们如果直接加综合号A 加综合号B 加综合号C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那端的倒入下方线C 给PIRP之后 Files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什么 这块还是PIC同样这个名字的数字 对吧 只不过这块我们变成了什么 有个NAME 然后这块变成了A 对吧 那同样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那是不是假如获取名字的话 还有NAMEB的和NAMEC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起名字是不是也麻烦呢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用更好的方式什么呢 我们直接让它变成所有数字 让它自动增加 如果在综合号里边 我们什么也不讲 对不对 也能再浮起的原来是二位数字 形成三位数字 对吧 然后这里边有几个 比如说这块就是0 名字这块就是1 看到了吗 那处理01 那有三个的话 那还有这块得多一个什么 2 对吧 那如果我们这块得多一个 如果有四个的话 那我这块是不是也会再多一个 对 这块多一个下标是什么 三的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一种动态的 你客户端有几个 我服务器端都是这种数字的形式 对对吧 所以我们做多个文件上传 最主要的就是客户端表单上 对吧 那我们起名字的规则 如果想到多一位数字 都直接加综合号的形式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服务器来接收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数字呢 前面都看过了 如果只写一个的话 它是个二位数字 对对吧 现在看一下是不是三位数字 那我将这个文件 里边所有的内容 这是原来的一位数字 对不对 我们把它 全部注释掉 我们展示不用这些 对对啊 我们只看一下这个数字的格式 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在这块打印一下 输出 PIE 输出 斜杆 PIE 然后我们在这块用 Print R打印一下 $下方线 Files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结构 看该上面这个区别是什么 好吧 我们来 运行一下 先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是不是多出了四个 对不对 名字我们就随便写了 对吧 因为我们展示不用它 你看 浏览 一个 浏览 两个 浏览 三个 浏览 比如说 四个 是不是这块有四个图片 对吧 当然我们说了 用其他工具的话 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有可能一拖一拽 四个文件就选中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上传 主要看数字结构 你看 是不是还叫PIC 但是名字里面 是不是有四个 0到3 类型是不是也是有0到3 对不对 然后呢 临时文件是有这么多 然后错有这么多 这有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办法用一个循环 是不是就能把这个问题给搞定了 对吧 只是名字后边多了一个数字 多了一个随眼的顺序 对不对 0123 那大家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好处理的话 你可以写一个转换函数啊 这个呢 大家可以自己写啊 试一下对吧 什么转换函数呢 这不四个吗 要它变成四分这样的 这样的结构 转换成什么样的结构呢 比如说PIC 假如我这块对 你可以转移成PIC 这里边是一个比如说 这是个0的数多 里边有这些对不对 然后 对 这块01234 12 23 对不对 然后外边是什么 嗯 通过号比如说PIC 的 等于RAY的 是不可以把它 我们格式转成这种速度啊 转成这种速度啊 转成这种速度的话 其实我们更容易怎么的 更容易去便利 对吧 只需要我们写个转换函数 就可以将我们现在他默认这种格式速度 转成我们 我们要的这种速度 对吧 最主要还是大家可以直接写一下 但是呢 我们直接用这种速度格式也可以直接写成去 对吧 我们把它沾到我们的注视这里边 让注视这里边稍稍长一些 但是没关系 对不对 我们学习使用吧 当笔记来用 这样的话 你看着这个速度格式去变成 就更容易一些了 对不对 好 看好了这个速度 现在是变成三倍速度了 对不对 我只要循环加一层 就能够要多个文件都上分 怎么加一层 看好速度规律 名字后边0指的第一个图片 名字后边1 对吧 第二个图片名 类型0类型1 您是文件0 您是文件1对不对 然后有几个 我们只要找到里边任何一个 都知道它循环的个人是几个吧 对 所以我们把下边的程序打开 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掉了 我们把下边的整个程序打开 看到了吗 原本不动的打开了 对不对 然后这是原来上层 单个文件的 你看外层我加个虚无文件 上层上层多个文件 怎么加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数组的个数有多少个 比如说num个数 对不对 cunt 只要找到其中的一个 任何一个都行 大罗效果线 bios 里边有没有内部的属相 对不对 就pic 里边的内部属相 如果这么获取 这个pic内部是不是个数字 是 是吧 里边是不是有四个成员 所以这个长度 就多少啊 对吧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4 num这个数字个数 对不对 在这儿我们再刷新一下 就可以了啊 是不是四个 但是下边有处理位置错误对不对 咱还没处理呢 看到前面4就可以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循环个数就可以 不循环 $i等一顶 下边或认都是从0开始的 对不对 $i小约 $num $i++ 看 是不是循环四次 让下边整体的代码都处理几次啊 分别处理四次 循环一次处理一个上员 循环四次就处理四次上员 对不对 只不过这里的名称 每一个都需要改 什么呢 这块变成谁了 $i 第一次处理第0的对不对 然后这块每一个是不是都得用$i啊 只要数多的地方是不是都把它扩展起来 然后再往下来 再找名字这块是不是也得需要$i 对吧 其他这地方还需要吗 这里边没有吧 在是不是在这块又需要一个$i 对吧 然后临时文件名这块$i 是不是我们把需要改的地方我们怎么的 几乎都改了 看一下 再检查一下 应该把改的地方都改掉了 对不对 后边都加了一层 让它循环每次处理一次对不对 然后上传谁成功 我们这块可以再加一下 $小线files 谁成功c失败 咱们这块都让它显示一下 pic里边的 比如说内蒙里边的 因为全在循环里 对不对 上传它成功 那失败了失败我就不行了 那现在我们处理多个文件就处理完了 来我们试一下看可不可以处理多个文件上场的 来我们再刷新一下 这话随便写个名字 哈喽对吧 然后选择四个文件 一个文件 选择 两个文件选择 三个文件选择 现在这个名称不是咱们上几课介绍的那种文件格式名称 对不对 对吧 然后选择一个失败的 比如第三个 我选择咱们好像不支持 这种格式 DMP的格式 对不对 它就会失败 所以就会显示一个上传失败 我们把上传失败成功这话 后边我们最好加一个换行 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它在一行写上 对不对 上传成功 上传失败 这话也加一个BR 好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把这里边原来的文 我全清楚了 就看这四个文件能不能寄来 对不对 我们运行一下 这下题是上传他成功 上传他成功对不对 这个什么 超出了大小 我后边这块 不应该用什么 所有的失败后边 对 我因为我这块都用退出了 用退出的话就是 循环再不执行了 对不对 到达出错了 那我们可以这块 BR也可以break 推出本次循环 要下的循环 怎么的 继续用continue 对 假如说要下一个循环 也可以继续的话 用continue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搞定这个事了 嗯 这块 continue 对吧 这如果是这块 continue是推出循环的 我 这个不是一个推出 它不会超过 死位置的 它不会超过死位置的循环再往外去 这边加不加多钱 这加不加多钱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再重新上传一下 再重新上传一下 我现在再重新清理一下这两件 是不刚才上传两个成功了 对吧 因为我那刚才用的是退出 现在我再重新上传 你看上传成功 上传成功 上传失败 它超过了它表单最大值几兆 你如果选的这个是1.7兆 咱们这会儿是先判断的什么 所以它显示大小 咱这会儿是 上传超出了 这个先是在这判断的 所以这会儿肯定超出了这个大小 对不对 所以这种关键没过去 对吧 对 下边就不走了 这样多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三个就上传成功了 如果选择4个 那4个文件就上传成功了 选择5个 5个文件上传成功了 所以咱们多文件上传 没有传说都能那么普到 跟单个上传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只不过多个 那就是复数了 加速循环而已 对不对 表单上呢 我们稍稍做点文章 多加几个选择按钮即可 对吧 当然了 大家如果做得更好 怎么办呢 将客户端换成什么 GS或者Flash的插件 对吧 你就可以有很炫的选择多文件 那个效果了 对不对 然后够我们使用 好 这节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了就是 如何处理多个文件上传 你学会了吗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